十万亿 没记错的话 你的总资产也就十万亿吧 怎么样 是不是跟不起了 万老 您怎么样了万老 我天 这哪是拍卖啊 完全是来炫富的好吧 还没第二个人出价 自己就把价格给抬上去了 真是个人才啊 本以为一万亿身价 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可现在看来远远不止 十万亿 就算是我也拿不出来 万长青也拿不出来 他到底怎么敢的 殊不知这十万亿 也是侯天宇刚挣来的 十分钟前他也拿不出来 可刚好刚才的项链 让他赚了五十万亿 这才如此嚣张的 十万亿有要跟价的吗 没有我可就拿走了 等等 我不信你有这么多钱 我申请当场验资 还验什么资啊 我直接付钱就是 支付成功 您已消费十万亿元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说主持人 要不要喊个价 要不我替你喊吧 十万亿一次 有人要吗 十万亿两次 有人跟吗 十万亿三次 成交 小杨秘书 碎片到手了 我们走吧 好 我抵马 十万亿 十万亿啊 这是要疯吗 我的老天啊 他到底是哪位神仙 竟然一次性拿出了十万亿资金 全国首付也没这么多钱吧 你没看万老都下出病了吗 看来这个富春山剧图的传言是真的 极其七块山剧图碎片 可以控制整个富豪俱乐部 否则也不会出这么高的价格买下 这种权利 注定以我等无缘 这才是真正的大佬啊 天鱼 今晚我爷爷过寿 你能陪我去参加吗 好啊 不知道爷爷喜欢什么礼物啊 爷爷平常喜欢自画之类的收藏品 要不你陪我去古玩市场转转吧 我给他买件礼物 行啊 不过礼物算你送的 但钱得让我来花 OK 好吧 既然你这么爱花钱 那就如你所愿 试试 你看那幅唐伯虎自画怎么样 可是 这话一定很贵吧 没关系 只要你爷爷喜欢就行 今天他老人家大寿 咱们理应表示下诚意的 小兄弟你真有眼光 这可是唐伯虎真迹啊 我跟你们说 当年我家老爷子拼了命才保下来的 要不是现在急着用钱 我也不会拿来卖 你如果诚心想要 三百万拿走 该不还价 唐伯虎真迹 现在哪里还有他的字画 我看是假的吧 肯定是假的 这种名人的字画 可都收藏在博物馆里呢 怎么可能在外边遇到 就是 谁买谁是傻的 一群不识货的庸人 要不是我家里急用钱 给我三千万 我也不会卖的 大哥 这话我要了 天语别冲动 万一是假的怎么办 没事 就算是假的 我认赔就是了 能开收据吗 没问题 别说收据 我们唐家祖传的课章 都能给您盖上 您先付款 恭喜宿主为画师 是花三百万元 获得万倍返还奖励三百亿元 买幅画而已 就赚了三百亿 这买卖太香了 好嘞 收到 我这就帮你开收据 这帕布是个傻子吧 这么明显肯定是假的 他还买 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 败家子就是这么来的吧 老唐 那幅画呢 已经被我卖了 什么 你怎么给卖了 不是说好捐赠给我们博物馆 有我们代为保管吗 你真是抱田天物啊 你们那点小心思 我还不知道吗 不就是想借我唐家的名气 给你们管招揽生意吗 我当初求着你们 给我点救基金 你们都不愿意 现在我自己卖了 你们还在这里击歪神吗 小兄弟 他卖给你多少钱 我出十倍 怎么这话当场就要涨价 难道真是唐伯虎真迹 涨价就算了 还一涨就是十倍 看来这小子不是傻 而是大智若鱼啊 我三百万买的 不过你就算给我三个亿 我也不会卖的 这话我要送人的 三百万 老唐 你居然三百万就会买了 你缺钱缺疯了吗 是 我是缺钱缺疯了 我连房子都租不起 要睡大街了 你们谁管过我 你 你们慢慢吵 我们术不奉陪 诗诗 我们去给爷爷拜售吧 嗯 好的 等等小兄弟 你等等 诗诗 你爷爷家还挺气派的嘛 而且门口还停着这么多豪车 想不到你还是个富家小姐呢 我爷爷的确有钱 但跟我没关系 我是我爸抱养的养女 爷爷从小就不怎么代奖我 包括我大学学费 也是自己打零公正的 原来是这样啊 这么多年你受苦了 今天我一定要帮你 让爷爷喜欢上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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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